各位亲爱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那前面我们是讲过了关于境内的界定 那我们就会知道呢 只有在境内发生增值税 征税范围内的事项 才需要在中国交税 所以明白什么叫境内 什么叫完全境外 完全境外是不需要在我国征税的 接着呢我们就讲了视同销售 那视同销售呢 是有传统货物的视同销售是7项 然后呢就是银改增的业务呢 有一项 但这一项我们是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涉及服务 另一部分涉及无形资产不动产的视同销售 所以这是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征税范围的内容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继续来看征税范围的相关的知识点 所以我们接着要看的是标题4 是对混合销售和兼营行为的征税规定 所以这里我们会讲两个特殊的销售行为 一个叫做混合销售 一个叫做兼营 我们先来看混合销售 这个混合销售是怎么混的呢 所以看它的含义是说 同一项销售行为 如果既涉及货物又涉及服务 那么就叫混合销售 所以这里一定强调说是怎么混的呢 是同一项销售行为去混的 混货物混服务 事实上因为货物那是传统增值税的内容 而服务是应该增的内容 所以的话同一项销售行为里边 混了货物混了服务 这就叫混合销售 但最关键的是这同一项销售行为 混货物混服务 这个货物跟服务 直接是有从属关系的 就比如说咱们是一个空调经销商 那么我卖这空调出去的同时 帮客户安装这空调 那大家想一想 我的主要目的是干什么 主要目的是卖这空调 是不是 但如果不给人家装呢 那人家就不愿意买呀 所以我顺便卖了这空调 就帮人家安装上 所以这样的一个销售行为 包括卖空调 这叫销售货物 包括提供安装的这样一个服务 所以这一项销售行为中 混了货物和服务 而且货物跟服务之间 有着从属的关系 所以这就是典型的 属于呢 混合销售 好那么接着我们就来讲一讲 这样的情况 怎么进行税务处理呢 首先第一个 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和零售的单位和 个体工商户 这样的混合销售行为 那么按照销售货物 缴纳增值税 这句话什么意思 说你这样的一个纳税人呢 你主要是干什么的 主要是做货物的生产批发零售的 说白了 你主要是卖货的 因为生产其实是生产销售嘛 那批发零售本身都是销售 所以货物的生产批发零售 意味着你这纳税人呢 本来主要就是卖货物的 所以就按照销售货物 叫增值税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空调经销商 他销售空调的同时负责安装 他主要是为了卖这空调 所以的话按照什么呀 按照销售货物去交税 销售空调税率多少 13% 就这么一个意思 明白了吧 好再看 其他单位还有个体工商户的 混合销售行为 按照销售服务缴纳增值税 啥意思 第一个说你主要是卖货物的 所以的话呢 这种混合销售按照销售货物去交税 那后面的其他的这种单位 个体工商户 那说的就是你不是主要卖货物咯 你主要就是卖服务咯 所以的话这个时候的混合销售 按照呢这种销售服务去交税 比如说啊 这个餐饮服务的这种纳税人 他在提供餐饮服务的同时 是不是会卖点酒水饮料啊 卖点烟之类的呀 对不对 所以他主要是提供餐饮服务 但有的时候人家来吃饭呢 顺便点点饮料 顺便买包烟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餐饮服务那顺 主要就是提供餐饮服 顺带着卖了点货物 但是我们说这个时候 从主业去交税 那么按照呢 销售服务去交增值税 明白了吧 所以这就是他的税务处理 最终的结论就是从什么呀 主业去纳税 你的主要业务是买货物 按货物交税 你的主要业务是卖服务呢 按服务去交税 这就是基本的税务处理 好 那么接着我们就来讲一讲第三个 是属于一个特殊的情况 说从17年5月1号起 纳税销售活动板房 机器设备 钢结构件等 自产货物的同时 说什么呢 说这货物是咱自个儿生产的 我卖出去 同时我提供建筑安装服务 比如说我们是自己生产活动板房 我卖出去 我得给人安装好 人家才能用啊 对吧 或者我卖的是这机器设备 我卖给人家 那还得给人家安装好呀 是一方面我销售自产的货物 同时我又提供了 这建筑安装的服务 你会发现 这销售货物 那是属于货物的销售行为 然后呢 我帮人安装 那是属于什么呀 建筑安装 那是属于建筑服务 一个是货物 一个是服务 从表面形式上来看 他们好像也是一个混合销售 对不对 因为我们说呢 表面形式上来看 我卖这活动板房的同时 帮人家给安装好啊 所以我可能主要目的 也是卖这活动板房 对吧 顺道帮人家去安装 只是这样子的销售货物和安装 你会发现呢 它的安装的工程量 往往也是挺大的 那么我们说这个时候 它是非常特殊的情况 这种销售自产的活动板房 机器设备等这些货物同时 去提供建筑安装服务的 它不属于混合销售 也就意味着说 不要按照混合销售的 业务区进行处理 它要怎么样 看好了 要分别去计算销售货物和建筑服务的销售额 这里怎么去理解呢 因为我们刚刚说这个啥 从表面形式上看呢 也是呢 一个混合销售 也是主要为了卖这货 顺便帮人家安装好 这是表面形式 但是我刚刚有提到 这样子的建筑安装的服务 往往呢 它是相对来讲啊 难度会大一些的 那么作为我们提供建筑安装服务的 这一方呢 成本也是高一些的 它跟我们前面说卖空调顺带去安装相比呢 那空调安装可能比较简单一些 而这里的活动板房安装机器设备 钢结构的这种安装呢 可能它的程序复杂一些 持续的时间会长一些 成本也是高一些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呢 我们的低层次理解就是 这种建筑安装服务 它并不是一个顺带着完成的 它也是一个主要的程序 因为它的成本高 时间呢 耗得比较久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会觉得他们没有这种主次的关系 是不是 随便说就不属于混合销售 那么第二个角度的理解呢 其实我觉得更容易去理解 就是什么呢 这里你看啊 我们销售活动板房 机器设备 钢结构件 这些自产货物 按货物去征税 这个税率是多少 这个税率是13% 对不对 然后提供建筑安装服务 都是建筑服务 税率是多少 是9% 所以的话 如果这个地方 咱没有这个规定 说没有说特别的 去规定说这个呢 不叫混合销售 那么纳税人 他是不是就可以呢 在这里去做一些规划呀 就是明明呢 你这种安装服务的耗时特别长 它是整个业务中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 我们在进行税务处理的时候 如果从这个主业去交税 你以货物为主去征税 那么你会发现呢 税率是13% 对吧 就是我销售货物为主 顺带安装一下 从主业征税 那么销售货物税率13% 所以纳税人就会说 那我为什么要去 按照这个销售货物 把它作为主业去交税呢 我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 我倒转一下 我以这种提供建筑服务为主 顺便卖个货物 这样的一种形式去销售呢 因为我如果是提供建筑服务为主 顺便去卖这样的一个货物 我的主业就变成建筑服务了呀 税率就只有9%了呀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这个事情 作为我们的混合销售进行处理 因为这里的销售资产货物 和提供的建筑服务 它们都是呢 在这个业务当中 比较重要的业务 所以这种两部分 就销售货物销售服务都比较重要的话 那么纳顺就可以从这个主次方面去做些筹划 可能明明是以货物为主的业务 咱做成以建筑服务为主 从而整体降低税负啊 所以这样就有了纳顺的筹划的空间 那么我们税务机关自然就要把这个漏洞给补上 说你就不要在这打主意了 想着说哎呀 我就干脆做成一个建筑安装服务为主 一个销售货物为辅 你是没有这空间的不要去想这主意了 就这种业务就让你呢 是按照呢 这种建筑服和这个销售货物分别去交税 你完全在这没有筹划空间了 我不让你按照混合销售进行处理 去分别计算分别去交税 明白了吧 所以这就是它的理解 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这种自产货物销售的同时 提供的那建筑服它不是顺带着的 它占的比重是比较大的 所以在这呢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呢 如果没有这规定 它就会有了这筹划空间 于是堵上这个漏洞 就有了这么一个特殊规定 你明白了哈 所以我说这么多是要告诉大家 销售这种活动板房等资产货物 并提供建筑安装服务 它就是分别核算分别计税 不属于混合销售 所以这是一个特例的情况 明白了吧 好这是混合销售 所以它的基本的理解就是呢 我们是从主业取正税 好接着来看兼营 兼营兼是什么呀 兼顾的意思呗 对吧 我们说兼职 你是兼顾着好几份职业 那兼营呢 你兼顾着好几份营业的行为呢 所以这个兼是兼顾的意思 所以说到这呢 我就想起好多人给我起了一个名字 叫兼职妈妈 就是因为我确实大部分的时间呢 都铺在工作上面 那对孩子呢 确实就是兼职的看护一下 所以兼职妈妈呢 说明呢 我的精力其实没有全部放在看孩子上面 同样的 兼营行为说明呢 为好几项经营行为同时进行着呢 所以我并不是把精力对准某一个行为的 这个叫兼营 好来看看它的含义说 这个纳税人的经营范围 既包括销售货物和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又包括销售服务 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 所以这里强调的是一个纳税人的经营范围 咱们再往前看一看 说那个混合销售的时候 你看是什么 同一项销售行为 有销售货物 有销售服务 所以强调一项销售行为 有货物跟服务 这叫混合销售 而同一个纳税人 那么他内部有这种呢 销售货物 销售劳务 销售服务 无形资产 不动产 这叫做兼营 也就这是一个纳税人 这纳税内部呢 有好多项的营业行为 同时进行着 所以这些营业行为之间 彼此是平行的 有没有交叉呀 没有 就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就说 这就是所谓的接营 那么继续可以看 后边的这个 这个定义说 但是 销售货物 加工修理 社会劳务 服务 无形资产 或者不动产 不同时发生在 同一项销售行为中 所以事实上 后面这半句 是对前面的进一步解释 说你这样的 这么多的业务 是发生在 同一纳税人的 这个业务范围之内 这些行为 彼此不交叉 不要求发生 在同一项销售行为中 举个例子 比如说一个百货商场 那百货商场 既卖货物 同时它会有一些 餐饮店 提供餐饮服务 同时还有一些 什么美容店 然后可以给大家 去洗洗脸 什么的 那提供美容的 这种服务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百货商城 那么它里边 有销售货物 然后有销售服务 等等 这么多的业务 那么这么多的业务之间 有没有什么 从属关系 主次关系 没有 并不是说 咱们在这买了一个东西 就必须得在这吃顿饭 没有 你爱买东西 买东西 爱吃饭 吃饭 爱洗脸 洗脸 你自己爱干嘛都行 这些业务 彼此呢 并不交叉 它是平行的 大家互不干扰的 各自在运营着 就行了呀 明白了吧 所以它的税务处理 看好了 分别核算销售了 那么 分别核算销售 我的意思是什么呀 就是你不是有 这么多业务吗 有销售货物啊 有销售服务啊 有销售物行资产 不动产呢 那你就各个业务 分别去进行计算 你分别进行核算了 那就分别 使用各自 不同税率或征收率去征税 税率大家不陌生了 那么征收率 其实跟税率是一样的 只是他们的计税方法不同啊 税率用的是 一般计税方法 然后呢 用征收率 说明咱们的计税方法 是建议计税方法 所以如果这个 纳顺接应着好多业务 这些业务分别核算 分别用自己的税率 或征收率 去征税就行了 那如果没有分别核算呢 没有分别核算呢 就是从高去 计税就行了 所以这里一定要注意哈 好多税法规定 它都是说呢 有一些优惠的政策 那么如果你这 纳顺听话吧 你就能享受 这优惠政策 那你不听话呢 不听话就惩罚你 呗 怎么惩罚 像这 明明你有不同的业务 使用不同的税率 或征收率 那你就分别算 你就可以分别 按照各自的 这税率或征收率 计税 那你明明可以分别算 你却算不清楚 那怎么办 你没有分别算 我惩罚你的方式 就是从高给我计税 你不听话是吧 从高计税就行了 就这么一个意思啊 好的 接着看第三个 说纳税人 兼营减税免税项目的 说你呢 有一些是 应税的项目 正常计税 你还有一些是 减税免税的呀 那怎么办 你肯定要分别去核算 这减税免税项目销售额嘛 因为你有的是 减税免税有优惠呀 有的没有优惠呀 那你肯定得分别去算 你如果没有分别算 那惩罚你一杯 怎么惩 那就是 不得减税免税 听明白了吧 所以税法强调你要听话 你听话 享受优惠 你不听话 惩罚你 怎么惩罚呢 征税从高征 退税从低退 就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逼着你自己 好好地去听话啊 所以这是我们所讲到的 接营 像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百货商场 既卖商品 又提供餐饮服务 那就是典型的 叫接营 所以你卖商品 和提供餐饮服务 那就是分别去计算 分别去计税 按照呢 销售货物 销售服务 各自对应的这税率呢 算出这税额就行了 就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这样子 咱们就把监饮又讲完了 那混合销售和监饮 它的最核心的要点 再跟大家梳理一下 混合销售强调什么呀 同一项销售行为 混了货物 混了服务 并且这个货物跟服务之间 有什么呀 有主次关系 或者表述为 叫有从属关系 所以我们的 税务处理 就是按照主业 去征收增值税 那什么叫监饮呢 是强调 同一个纳税人 他的经营活动中 有不同的经营项目 把这里同一纳税人 建议着好多个项目呢 这些项目 彼此平行 不要求发生 在同一项销售行为中 也是他们这些业务 是各自平行的 进行着 彼此不相干的 不交叉的啊 所以各个项目彼此平行 并没有这个所谓的 从属关系 也不交叉 于是 他的税务处理就是呢 那你如果分别去进行 核算的 按照核算的水平 分别去计税 没有分别算呢 就是从高去计税呗 听明白了吧 所以这是关于混合销售和建议 应该很好理解 好来看一道题 20年的一个单选 那么也挺长的哈 先看最后一句话 说该企业当月应该缴纳增值税 多少万元呢 说某企业为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 2020年的5月销售建材 提供货物运输服务 分别开具增值税 征用发票 著名货物的销售金额是100万 运费金额是3万元 当月可抵扣的增值税 净降税额是6.5万元 询问增值税 那么这个业务 其实就是让我们去判定说 你销售建材同时呢 提供货物运输服务 这个是混合销售还是兼营呢 那么我们就一定看清楚了 说他销售建材同时提供了货物运输服务 而最关键的是 他们是分别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说明什么 说明你这个纳税人 自己是有这种运输的资质的 不然的话 你可能去开运输的 这个增值税的专用发票吗 开不了 所以他销售建材 同时又提供了货物运输服务 还能开货物运输服务的 这个增值税的专用发票 所以说明他具有着运输的资质 所以说明这个纳税人 他既能够去销售货物 又同时有这种运输服务提供的资质 所以一个纳税里面 还有销售货物销售服务的这样的行为 所以这是一种什么呀 接银的行为 所以这是一种接银 那就很清楚了呀 那么我们是不是得要去分别去计税呀 所以你看这个货物销售额是100万 那么这100万乘以货物的税率多少 百分之三 但有人说前半老师算税的时候都是含税 要做价税分离 在这你怎么不做了呢 但这个是后表会讲到的 因为咱开去的是增值税专用发票 那么只要看到专票 那专票上的金额就是一个不含税价 这要清楚哈 专票上的是不含税价 而普票上的是含税价啊 所以这是我们在理论学习的时候的 这种细节的处理 所以我们开出去了专票销售额100 对应税率13% 然后运费金额呢是3万 交通运输服务记得吗 税率是9% 所以销项税就是100乘13% 然后加上3万乘9% 减进项多少 6.5啊 所以这样就算出来 我们的应纳税额呢6.77 大家选C这个选项 所以这是这道题目啊 但我们关于这个运费到底怎么界定呢 其实呢 要看具体的情况 如果说这个纳税人自己 主要是销售货物 顺便帮客户送一下货 我们纳税自己 没有这种运输资质的话 那么这时候的运费 它往往就会当做呢 销售货物的时候的 一个混合销售的这样一个金额 也就是说你主要是卖货物 顺便帮人家运输一下 你那纳税人自己 没有运输资质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业务看成是 混合销售了 那混合销售 所以的话呢 那个运费和那销售货物的金额一块呢 按照销售货物去征税了 但这道题目 因为这纳税人有运输资质 所以他能开专票 所以这道题的核心在于 分别开了专票 说明有运输资质 说明这是我们纳税人呢 它的这个主要业务之一 所以这两项业务彼此平行 是这么一个道理啊 好 再来一道题目 这种的是文字型的一个多选 说下列业务属于增值税的 混合销售的有 混合销售强调同一项销售行为 混货物 混服 A 手机制造商 销售手机出租仓库 那么销售手机和出租仓库 这两个事儿有关系吗 没有 随时同一纳税内部呢 有了好几项的这个呢 增值税的应税的项目 所以这个叫啥 这个叫兼银啊 它不叫混合销售 A 不能选 B 软件厂销售软件的同时 收取安装费 培训费 这个 这个就是混合销售了 为什么 软件厂我主要是销售软件 我因为要把软件给客户 要让客户能用这软件呢 我顺便给人家培训 给人家安装 顺到收点这种安装费 培训费 那么他们你会发现 销售软件以及 收取安装费 培训费是发生在同一项销售行为中 并且有主持关系 主要是为了卖软件啊 所以的话B 它确实就是混合销售 再来看C 房地产开发公司销售房产 主要让自用过的二手车 那么销售房产和卖这二手车 这两个事儿都是 这房地产开发公司的 他们是归属于同一个纳税人的 可是呢 你会发现 这两项业务彼此有交叉吗 没有 是完全平行的 完全平行的 所以这个是什么 当然也是剪影行为了 C不能选啊 再看B 餐厅向现场餐饮消费的顾客销售香烟 那么这里餐厅主要是干嘛 提供餐饮的服务 顺道呢 为了客户的方便 卖点酒水饮料 卖点烟什么的 那这个呢 我们说是顺带着去完成的 所以这里主要是为了干嘛 提供餐饮服务 所以是不是混合销售呀 是的 关于这个点呢 其实我在大学上课的时候 我也跟同学们讲过 我说这个餐厅向现场消费的这些顾客卖点酒水饮料什么的 这是混合销售还是兼银呢 那奥顿就说 我觉得是兼银啊 他好像这酒水饮料什么的卖的也挺多呀 那这个问题怎么去考虑他呢 我就问大家 如果你没有在这餐厅吃饭 一般情况之下 你会不会跑到餐厅去买什么酒水饮料和香烟呢 不会吧 除非脑子哪根筋答错了 不然的话没在这个餐馆吃饭 咱不会跑到这餐馆去买他的饮料 买他的烟吧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一般都是自己在这餐厅吃饭 然后呢 顺便在这里呢 买点饮料 买点香烟 所以你会发现 我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去那里吃这顿饭 顺便买了这么一些东西 那站在餐厅的角度 我主要就是提供着餐饮服务 顺带着卖点香烟 卖点酒水啊 所以他确确实实有主次的关系 这个主页就是餐饮服务 明白了吧 所以他妥妥的就是一个混合销售 并且混的是服务 明白了吧 好这是我们这个第选项 再来看 一服装厂为航空公司设计并制作工作服务 那么这里既设计了 同时也制作工作服卖给这个呢 客户了 那么这里很明显 是不是也是一种混合销售啊 混什么 混货物 为什么 因为服装厂是干嘛的呀 服装厂主要是卖服装的 所以我是要把这服装卖给这客户 但客户说这服装得怎么怎么定 所以我顺道帮你呢 设计一下 哎我主要就是为了把那服装卖给你 但是我在做这衣服的时候呢 按照你的要求帮你设计一下 以此呢能够赚到你那个 就是把衣服卖给你的那钱 明白了吧 所以这是混货物的 好那么这道题呢 我们会发现 混合销售选BD和EJ三个选项呗 所以这是呢 关于这个就说完了 所以这是混合销售和监影 那接着我们看的是第五个问题了 也就是呢 特殊销售它的征税规定 那么这里呢 我们一项一项看 首先第一个就是 执法部门和单位查处的商品 好那我就问一句的是 这个执法部门和单位凭什么去查处商品呢 肯定凭借着国家对它的信任 所以说白了 它们是代表着国家去进行的查处 随间代表着国家去查处了这商品 那说白了 这商品是不是 国也属于国家了呀 所以我们来看看怎么做呢 说属于一般商业部门经营的商品 具有拍卖条件的 什么叫一般商业部门经营的商品呢 那么说明你这个商品具有着商业的价值 那能够卖得出去 所以说这样的情况 你具有拍卖条件 有人愿意买的话 就由执法部门或者单位 商同及财政部门 同意之后公开拍卖 有拍卖条件 有人愿意要嘛 所以你们商量商量把它卖出去 那卖出去的话会有拍卖收入 这个拍卖收入就作为罚莫收入 因为本来就被查处这商品了嘛 一查处说明已经是国家给收了 给没收了 现在给换成钱了 这个钱就作为罚莫收入 看到了吧 作为罚莫收入 由执法部门和单位 如数上缴财政 不予征税 由于是国家他去查处的呀 那这东西卖出去换成钱了呢 当然是国家的了 所以你相关的这个执法部门跟单位 代表国家去查处 代表国家去拍卖 拍卖这钱呢 还是要如数上缴给国家 上缴财政嘛 一看到财政呢知道是国家的钱 去给国家了呢 当然不征税了 帮国家干活 自个儿可没说去挣到这钱 当然是要把这钱给到国家 咱自个儿就没有这个税的问题 所以不予征税 明白了吧 所以这是这个结论清楚就行了 好那接下来比较重点的就是 预付卡业务的征税规定 所谓预付卡呢 说白了就先付钱后消费呗 这种叫预付 是不是 那预付卡呢 告诉大家分成了两类 一类叫做单用途的预付卡 那么跟单相对应的就是什么 多用途呗 是不是 所以单用途和多用途呢 我们分别都要来看一看 但事实上告诉大家 无论是单用途还是多用途 他们的税务处理规定呢 是相通的 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的增值税规定 什么叫单用途呢 就是你只有单一的用途呗 怎么个单一法看好了 仅限于在本企业 本企业所属集团 或者同一品牌 特许经营体系内 去兑付货物或者是服务 也就是说呀 这种预付卡 你先给了钱之后 你只能在哪里去买货物 买服务呢 在本企业 或者本企业所属集团 或者同一品牌 特许经营体系之内 你去买这货物 买这服务 你能不能超过 我们本企业 或者本集团呢 你不能 所以这种叫单用途 你是在本企业 或者本集团内部 去进行商品跟服务的 购买的 像我们平时所讲的这种 苏宁的礼品卡呀 加勒福卡呀 那这种 你看苏宁的礼品卡 你只能在苏宁店里吧 去买东西 加勒福的卡 你只能在加勒福 去买东西 对吧 又比如说 咱平时在美容院办的 美容卡呀 还有在健身馆办的 这种健身卡呀 那都是在这个美容院 在这个健身场馆来进行消费 其他的话都是什么呀 都是叫做单用途卡 只能在这发卡企业内部 去使用的 明白了吧 好 那么这样子的预付卡呢 它往往涉及到 三方之间的关系 一个就是发卡企业 一个就是呢 持卡人 一个就是销售方 但这发卡企业 我们有时候也称叫 售卡企业 都是一个道理 啥意思呢 就比如说 咱们呢 去买了一张 这个苏宁的礼品卡 咱们是在苏宁的A店 比如说是一个总店哈 咱们在苏宁的A总店 办的这张卡 那么这个A 这个苏宁的总店 它就叫做发卡企业 或者售卡企业 那我们自己去办的卡 那我就是这个持卡人 那这个可能是我个人 也可能是单位哈 那么统称我把它 把它们叫做我 就是我们呢 拿着这张卡了 好那接着 销售方 我在A总店 去办的这张卡 但我不一定 在A总店去消费呀 你苏宁到处都是店呢 那我假定在B店 去进行消费 那么B店 就是这个真正的销售方 所以你会发现 这样子的预付卡 它有卖卡的 有持卡的 有真正销售的 这么三方 去涉及这三方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接下来 要讲的税务处理 就是这三方 首先第一方叫售卡方 也就这里的发卡企业 或者售卡企业 统称叫做售卡方 好售卡方要卖这个卡 那首先是不要收钱呢 于这张卡叫预付卡 所以咱买卡的这一方 是先给钱 卖卡的这一方 是先收钱 就会收到预收款 看到没有 收到预收款 那么看好了 说销售单用图卡 或者直接接受了这种 单用图卡 持卡人充值 所取得的预收资金 那你看 无论是卖卡 还是呢 接受充值 取得预收资金 那实质上都是预收到 款项了呗 对吧 那都是预收到 款项了 那预收这个款了 我们有没有 把这货物真的 卖出去呢 还没有 没有的话 所以这个时候 没有发生增值税的 纳税的义务 因为我们后续 会学增值税 纳税义务 一般情况之下 预售了款 然后呢 我们是要把那个 货物发出去的时候 才会发生增值税 纳税义务 那这是一般的情况 一般情况是这样 结果仅仅是预收了 这钱呢 并没有把这货物 把这服务呢 销售出去 还没有发生增值税的 纳税义务 所以不需要去 缴纳增值税 但是可以怎么样 可以开具增值税的 普通发票 为什么是开普通发票 你想 你既然呢 把这个卡卖给了 这个客户了 你就收了客户的钱了 那人家客户 是不是要有凭证啊 所以你可以给人家 开一个凭证 这个凭证就是 普通发票 你不能去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 因为专用发票 是个什么性质呢 你要看到它就知道 这是一个 能抵税的凭证 所以你想 什么情况 能抵税 一定是卖方有增值税 纳税又交了税了 你买方才能抵税吧 对吧 因为增值税 它是一个面条 你记得吗 上游企业的销项税 是下游企业的净项税 所以上游有交税 下游才能抵税啊 也就你看 我们这个售卡方 接受这种卡的充值 或者是销售这种单用途卡 咱只是收到预收款 并没有发生纳税义务 并没有交税啊 你没交税就不能抵税 自然也就不能去开专票咯 明白了吧 好 这是收到预收款的时候 那接着 说到的是它呢 收佣金 为什么收佣金呢 你想一想 比如说你这个前面举例子 那个A总店 你卖了这卡 那真正的销售方 它呢 提供了这种货物的销售 或者服务的销售 所以的话呢 我们这个售卡的这一方 不能白白干着活呀 所以咱们往往会收到这个佣金 所以收佣金 我们来看看的税务助理说 应发行或者销售单用图卡 并办理相关资金 收付结算业务 而取得手续费 结算费 服务费 管理费等等 这些收入 我们就称之为叫做佣金 也就你为什么要把这卡卖出去 帮人家办手续呢 而且你最终 其实还得跟真正的销售方 去办理资金的这种呢 结算呢 所以你干了这么多的活 无非就是能挣点这种佣金呗 所以这就是佣金的收入 那当然作为我们售卡方收佣金 那是我切切实实的一种收入啊 肯定是要缴增值税的 按什么 经济代理服务去缴税 6%的税率 为什么 我就是一个中间人的身份呗 帮你办这卡呗 对吧 所以他就是一个中间人 按照的经济代理服务交税 经济代理服务属于什么呀 属于商务付出服务 再往大了说叫做现代服务啊 而现代服务呢 除了那个租赁服务之外 别的情形的税率都是6% 记得吧 好这是我们所讲售卡方 好接着就是销售方 就真正的去销售货物 销售服务的这一方 所以他在提供服务 但这个服务是包括真正的提供的服务 包括销售货物都一样哈 也就是我们那持卡人呢 真的拿着那张卡呢 去买货物买服务了 那意味着我售卡方就呢 把这种货物服务给卖出去了 你既然卖出去了 有真正的销售行为 那肯定是要缴增值税的呀 对吧 所以这个毫无疑问 你要交税 但是看好了 不得 向持卡人开具增值税发票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呢 我就问你一句话 持卡人他有把钱 给到你是销售方吗 或者你销售方 收了持卡人的钱吗 没有啊 持卡人是从发卡方 那里买张卡 然后拿着那张卡 就到销售方来买商品 买服务了呀 所以我们销售方 虽然发生销售行为了 可我并没有收钱呢 你没收人家的钱 你能傻不拉几 给人开张票吗 你是脑子有病吗 肯定不可能啊 所以的话 这种情况 虽然有增值税 应税行为 但是因为没有收人家 持卡人的钱 其不能去开发票 看好了吧 好那接着我们销售方呢 你没有收持卡人的钱 你却发生了销售行为 你肯定也不傻呀 因为我们拿了那张卡呀 人家拿着卡来 我们这消费的嘛 所以消费的话 那卡里巴的资金 其实就是我们对应的销售额呗 就是人家拿卡消费的那金额 就是我们这个销售方的销售额呗 所以我这销售额找谁要去 肯定是找谁呀 找钱吧 那个售卡方嘛 因为他接受的这种呢 预收款嘛 是不是 他接受这预收款 钱在他这呢 所以你销售方 完成销售之后 肯定要跟售卡方去结算 去结算收到你自己 应得的销售款呢 所以的话呢 你这钱找的售卡方去结算 所以的话 你就要向售卡方去开增值税的 普通发票 也不得去开增值税的专用发票 为什么呢 因为呀 事实上售卡方 他收到预收款的时候 就那会儿他帮咱们呢 把这个普通发票 开给了客户了 那会儿不是开的专票 事实上呢 你会发现 售卡方是帮咱们销售方收钱 帮咱们销售方去开票 所以现在这个销售行为完成了 我们售卡方去 跟那个销售方去结算 所以销售方把该拿的钱拿到了 那人家原来帮我们开了票了 我们是不是要把这张票 再开给那个售卡方啊 所以事实上 你向售卡方开的普通发票 是因为售卡方在 收到预收款的时候 帮咱把这个呢 普通发票开给客户了 所以他帮咱开给客户了 那咱呢 要把这样一张普通发票 来开给那个售卡方 所以我们说 事实上这个普通发票 就是跟你售卡方开给客户的 那是一样的 就只能开普票 因为当时 售卡方没有给客户开专票 所以我们作为销售方 去跟售卡方结算 你也只能给人开普票 不能开专票 明白了吧 就这么一个事儿 如果不太明白 没关系 咱们再来看这张图 这张图呢 就是告诉大家 这种单用图的预付卡 怎么交税 咱们开票 这个呢 假定是售卡方 那么假设它是叫A 比如说我们讲A总店 可以吧 然后呢 这个是持卡人 我假定是B 个人也好 公司也好都行 然后这个是销售方 假定是B分店 那么我们就会知道 持卡人是找A总店去办的卡 对不对 那么A总店会收到这个预收款 但我们说呢 这时候收到预收款 还没有到发生纳税务的时候 所以的话 我们A总店收这些钱 是不需要去交增值税的 那么毕竟这个持卡人 把钱给到你这个A总店 这个售卡方了呀 那么你可以向人家 开增值税的普通发票 但是不能开专票 你还没有交税呢 没交税就不能去开专票 好 那么我们持卡人买到这张卡了 那接下来就可以高高兴兴的 去消费了呀 所以我们就拿着卡 到销售方去买货物 买服务 销售方就相当于 把这货物服务卖给了持卡人 所以销售方有销售行为 那就应该去交税 但是呢 我们因为并没有去收持卡人的钱 你没收持卡人的钱 你就不能向持卡人去开票 所以不能开票的意思是 什么票都不能开 专票普票都不能开 你没收人家钱 你开什么票啊 对不对 所以的话 你销售完成了之后呢 跟售卡方去结算 这个时候 你就收到售卡方 跟你结算的销售款了 那么你收了人家的钱 就要给人家开票 开的是普票 不得去开专票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因为人家原来 售卡方帮咱把普票 开给持卡人了呀 事实上 是真正完成销售行为的 是销售方啊 理论上该销售方去 开这票啊 只是因为售卡方 帮咱收钱 所以售卡方 帮咱去开了票 现在这个销售行为呢 已经完成了 所以我作为销售方 是不是得把这个 增值税的普通发票 开给收卡方啊 其实这么一个道理 明白了吧 所以这就是咱们所说的 这个单用图卡 它的这基本的税务处理 如果还是不太懂 继续来看这样一个举例 用文字来再表述一遍 说假公司 向A超市集团的总部 购买了 购物卡呢 是5000块钱 购买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集团 可以向假公司去开具 总额5000块钱的增值税的 普通发票 发票税率 难要写着不征税 那么集团这笔 售卡业务是不缴纳增值税的 假公司也就不得底进相税 啥意思呀 这里说的这个假公司 其实就是所谓的持卡人嘛 对吧 那么持卡人呢 他是找这个 集团总部 就A超市的集团总部 买的这个购物卡 所以这个集团总部 其实就是我们讲什么呀 售卡方呗 对不对 那么买了5000块钱的卡 所以的话呢 这个假公司肯定呢 向这个集团总部 交了5000块钱 所以这集团总部呢 可以向这个假公司 去开增值税的普通发票 但是是普通发票 然后呢 在税率栏写着是不征税 所以这笔业务呢 是作为集团来讲 收到的预收款 它不交增值税 所以不能够去开专票 只能开普票 既然是普票 假公司肯定是不能去低税的 因为这个集团总部 还没有交税呢 所以没开专票 假公司呢 那当然就不能抵税呀 你没有拿到 这个专票怎么抵呢 对吧 好接着看 说A集团总部 由于承担着 售卡及结算功能 像实际销售货物的单位 比如说 大A集团里 把小A这个分店 那么这个分店 它是独立纳税的 所以的话呢 你这个小A分店 把这个商品卖出去了 你跟那个集团总部 去结算 那集团总部 它会收什么呀 它会收取手续费 那么说这个是 集团总部这个售卡房 收的这种手续费佣金 按照经济代理服务 6%呢 去缴增值税 好接着 这个A公司 它持卡 向小A分店 购买商品 3000块钱的时候 那么小A分店 是不是就相当于 销售了3000块钱的商品呢 所以这个销售业务呢 它是要缴增值税的 但你不能像那个 假公司这个持卡人 去开具增值税的发票 因为你并没有 找假公司收钱 假公司的钱 给了集团的总部了 那接着呢 就是A分店 根据实际结算的货款 向集团总部 收取资金的时候呢 要向集团总部 开具增值税的 普通发票 并且在备注呢 注明是收到 预付卡的结算款 不得向其 开具增值税的 专用发票 也就小A分店 你是一个呢 真正的销售方 销售完成 你肯定要把 该得的销售款呢 要从这个 售卡房去拿到 所以你从售卡房 拿到这钱了 你要向人家 开具一个 普通发票 然后呢 上边要注明是 收到预付卡的 结算款 并且我们说 这个时候开的是 普票 不是专票 就这么一个问题 所以再看说 大A集团总部 根据A分店 向其开具的 增值税的 普通发票 作为其向 假公司 售卡收入 不缴纳 增值税的凭证 留存备差 也就是说呀 我们前面说 你这个 售卡方 那你收到 预收款 收到的 预收款 是不需要 去交税的呀 对不对 那么我们 现在就会讲 你整个 这销售业务 完成了 销售方呢 要向这个 售卡方 去开一个 普通发票 这个普通发票 是作为售卡方呢 这种 售卡收入 不缴增值税的凭证 就你为什么 不缴税呢 因为你是 帮人家 收这钱 你就赚个 中间的 手续费 佣金而已 所以的话呢 这样的一个 售卡收入 是不需要 去交增值税的 但你要有 这样的凭证 就这么一个意思啊 那我们说了 这么多了 来一道题 看一下 这是17年的 一个单选题 说 关于单用途 商业预付卡 增值税的规定 下列说法 正确的是 A 售卡方 可以向 购卡人 开具增值税 专用发票 对吗 不对 售卡方 你只能向 购卡人 去开具什么呀 普票 可不能去开 赚票呢 好 再来看B 售卡方 在销售单用途卡的时候 取得预收资金 需要缴增值税 收到预收款 要缴增值税吗 不需要 因为这个时候 没有发生增值税的 纳税因物 随必不争取 C 吃卡人 使用单用途卡 购买货物的时候 货物的销售方 不缴纳增值税 你既然是货物的 真正的销售方 要缴增值税吗 肯定要缴呀 所以C不争取 好 再来看B 售卡方 因发行单用途卡 并办理相关资金 收付结算业务的时候 那取得的手续费 按规定 缴增值税 这就对了 事实上前面 ADC都不对 D就必须得对 因为单选题嘛 那我们说 你收的这手续费 要什么呀 经济代理服务 6%呢 去缴纳增值税 这道题 单选的是D 好 这是所讲的 叫单用途的预付卡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继续来看什么呢 叫多用途的预付卡 去看到没有 叫支付机构 预付卡的增值税规定 所以这里其实说的 就是多用途的预付卡 那么多用途的卡呢 说明什么呀 它用途是多种多样 意思就是 不局限于呢 我们整个发卡企业的内部了 那我们来看看 是指呢 发卡机构 以特定载体和形式发行的 可以在发卡机构之外 去购买货物 或者服务的预付价值 所以还是一种预付卡 但是它用途呢 更广泛了 不局限于发卡机构 可以在发卡机构之外呢 再更广泛的去应用 比如说 这种呢 商通卡呀 服务卡等等 那这就是典型的叫做呢 多用途卡 它的用途会更加广泛一些 好 那么它同样 其实也涉及三方 售卡方 持卡人 销售方 只是这种多用途卡呢 这三方在表述的时候 稍稍会有一点点区别 首先 说涉及到 有资质的支付机构 那么有资质的支付机构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呀 就是我们所讲的售卡方 只是呢 多用途卡 你既然要在 发卡机构之外呢 能够去用 所以的话 对于这种 售卡的这一方 它就有资质的要求 我们害怕这种卡出问题 所以的话 就对这售卡方 它是有要求的 我们把它叫做呢 有资质的支付机构 看到了吧 好 然后呢 那就是实卡人 或者叫购卡人 或者叫充值人 这跟钱吧 是一样的 接着还有什么呢 我们说销售方 前面单用途卡 叫销售方的 这里我们不叫销售方了 叫做什么呢 叫特约商户 那么你想想 所谓的特约商户 就是咱不是说 这张卡可以在 发卡机构之外 去买商品 买服务吗 那么你可以在 哪些机构去买呢 所以这些 能够我们用这张 多用途卡 去买商品 买服务的这个对象 他就称之为叫 特约商户 也就是我们这张卡 能特定的 去使用的这些商户 叫做特约商户 那可不就是咱们 所说的销售方吗 对吧 所以还是这三方的关系 道理一样的 你看这张表格 它一样的 还跟钱吧 来看 首先支付机构 就是咱说什么 售卡方 售卡方 首先售卡会收到 预售款 但那可能是 直接销售多用途卡 可能是接受这种 多用途卡的充值 那都是呢 我们收到预售款了 那还没有发生 增值税的 纳税衣物啊 所以不缴纳增值税 那当然呢 你都不交增值税 肯定也不得去 开增值税的专票呗 这是收到预售款 那接着就是 收佣金 一样的道理 这个支付机构 应发行 或者受理多用途卡 并办理相关资金 收付结算业务 取得手续费 结算费 服务费 管理费 这些收入 把它称之为叫做呢 佣金 这佣金肯定是 缴增值税 按照经济代理服务 百分之用 跟钱吧 是不是一样的呀 对吧 你呢 去卖这卡 收掉这种呢 手续费佣金 那就是经济代理服务的 收入啊 需要交税 好 接着 特约商户就是谁呀 就是销售方 那销售方的话 你去提供服务 也就是这个持卡 拿着这张多用途卡 来购买货物 或者是服务了 那我们销售方 是销售了货物 或者服务了 肯定要去缴增值税 但同样的 你不能向持卡人 去开增值税的发票 因为呀 你没有去收持卡人的钱呢 你就是有销售行为而已呀 你没收人的钱 当然不能给人去开票了 人家的票是找谁要的呀 找那个支付机构 也就是那售卡方 去要那票的啊 好的 接着 结算 那咱这特约商户 把这个商品服务卖出去了 那么你当然要去结算 结算就会收到支付机构去 结算的那销售款 你收到这钱呢 那么我们说 你当然收了人家的钱 你就要向这个支付机构 或者售卡方 去开具增值税的普通发票 所以跟前面的业务 它是一样的道理哈 那就讲了这种呢 支付机构 或者叫售卡方 特约商户或者叫销售方 它的税务处理 还是没懂的话 继续来看这个图 这个图跟前面的单用图呢 是一样的 是不是 单用图卡一样 只是这个时候的售卡方 称之为叫支付机构 然后呢 同样有持卡人 同样的呢 有特约商户 特约商户 其实就是我们所讲的呢 这个 这个对应的销售方 对不对 所以还是这么三方的关系 所以你还是再过一遍啊 当复习了 支付机构 你卖这卡 或者接受卡的充值 那是不需要缴增值税的 那么你是呢 不能够去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的 因为你毕竟呢 并没有去交增值税 但是人家持卡人 需要这个凭证的话 你可以给人家去开普票 好 那么我们这持卡人 拿着这张卡呢 就可以到特约商户那 去买商品 或者买服务了 所以的话呢 你特约商户 作为真正的销售方 那么你销售了 商品或者服务 要缴增值税 但你不能向持卡人 开增值税发票 任何发票都不能开 没收人家的钱呢 好 那么你销售完成之后 要跟支付机构 去结算 那么结算了 把钱收到了 要给支付机构呢 去开具增值税的 普通发票 同样的 不能去开增值税的 专用发票啊 所以的话呢 我们说这个时候 你这支付机构 其实是既售卡了 同时呢 又帮人家办理资金 结算 那么他收到这种 手续费佣金呢 要缴增值税 按多少 6% 按经济代理服务区交税啊 就这么一个道理 听明白了吧 所以这是我们所讲的 关于呢 这个 多用途预付卡的问题 好 那今天说到这儿呢 也顺便说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发售加油卡 加油凭证 销售成品油的纳税人 在售卖加油卡 加油凭证的时候 你想一想 说的是销售成品油的 这些纳税人 是一个加油站 那么加油站 它可以卖加油卡 卖加油凭证 像我们自己的车 那经常要去加油吗 有时候图方便 或有时候人家 这加油站打折 那我们可能去办一张 这种加油卡 是不是 所以作为加油站来讲 你卖这加油卡 卖这加油凭证 无非就是先收钱 然后把卡给这个持卡人 让人家后续可以来加油吗 对吧 所以这种情形 事实上 这个销售成品油的纳税人 卖这加油卡 跟加油凭证 就是呢 卖预付卡呗 那预付卡不是一个道理吗 所以就是预收了这款 等着客户以后来消费的 所以这时候你卖这卡 卖这凭证 收到的钱 就是一种预收款 所以按照预收账款的方法 做账务处理 不需要将增值顺扬 因为我们一般常规的 这种预收款方式 去销售货物呢 我们都是按照呢 商品发出的时候 去发生增值税纳税义务的 那这是后表会讲到 而我们这里也知道了 一般的预收款方式 销售货物 是发出商品的时候呢 发生增值税纳税义务 所以预收到这钱呢 没有发生义务 明白了吧 好 这就是咱们所讲 跟预付卡相关的 这么一些具体税务处理 就讲完了 所以第五点关于特殊的业务 这么两个问题 说完了啊 好那接下来 第六个 是不征收增值税的项目 我们既然说增值税 征税范围 所以首先就解释了 什么叫做 征税范围 一般规定是什么 前面又讲了一些 这种特殊的 一系列的规定 那么接下来就要告诉大家 下面这些项目 它不征收增值税 所以它不是增值税的项目 完全就不交增值税 哪些呢 第一个是 代为收取的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 政府性基金 或者行政事业性收费 所以这里不是所有的 政府性基金 跟行政事业性收费 说的是 你要同时满足下面 这三个条件 得政府性基金 行政事业性收费 满足这三个条件 意味着咱这个钱 就是帮国家去收的 所以这个钱 咱是左手进右手出 自己一毛钱好处都没落着的 这种叫过路之财 过路财跟自己没有关系 就是我们帮国家去收了钱 然后交给国家了 所以这钱肯定跟咱自己呢 没关系 不需要去交税 好 那么满足三个条件 哪三个 第一个 由国务院或财政部 批准设立的政府性基金 由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府 及其财政价格主管部门 批准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所以你会发现 这种政府性基金 这种行政事业性收费 都是有比较高级别的 政府部门批准了 看到了吗 说你这个政府性基金 是国务院或财政部批准设立 那级别很高了 然后呢 这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呢 是省级人民政府 及其财政价格主管部门批准设立 所以它是经过批准 并且经批准那个批准的部门呢 行政级别都挺高的 第二 收取的时候 开具了省级以上财政部门 印制的财政票据 说明什么 有票据或者有证据 我经过相当高的这种呢 级别的行政部门批准了 我收这个钱 也给了你财政票据 是有证据的 最关键第三个 所收取的款项 全额上缴财政 那意味着什么 我是经批准来收这钱 我收的时候 也给了你财政的票据 意味着这事呢 有证据 最关键 这钱我收了之后呢 上缴财政量 所以我根据国家批准 帮你收这钱 收完了 我全额上缴了财政 那不就意味着说 这钱呢 我就是帮国家收一收呗 左手进右手就出了 这钱跟咱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所以的话呢 他不需要去征收增值税 明白了吧 好 这是第一项 接着看第二项 说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 聘用的员工为本单位或者雇主提供取得工资的服务 好 顺便看第三个 说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为聘用的员工提供服务 这是什么意思呢 事实上 这两项放到一块是告诉我们 你们这个纳税人的这种应税的服务要去交税的话 强调是对什么呀 对外去提供的 事实上我们前面讲劳务的时候也讲过这个问题 我当时有举过一个例子说 我假设开立修理厂 我请小伙子帮我修车 小伙子每个月拿工资 所以他每天去帮我修车修车修车 他这种修理劳务要交增值税吗 不需要啊 因为他拿了我的工资 我请他来干的就是修车正活呀 所以他那修车的那个修理的服务呢 不需要交增值税 因为他是拿工资的 所以你再来看这个问题说 单位或者是个体工商户 聘用的员工 你看就是单位也好 个体工商户也好 你可能会聘员工是不是 你聘用的员工为本单位或雇主提供什么呀 取得工资的服务 那假设这里呢 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单位哈 这个主体是一个单位 好那这里呢 是一个员工 那么说你这个员工 帮这个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呢 去干这活 目的是干嘛 取得工资的 目的是取得工资 那是你本职的工作呀 所以你去干这活呢 那是不需要交增值税 比如说我们不是开修理店了 我开一餐馆 我请一小伙子 每天帮我端端盘子呀 洗洗碗呢 那这小伙子每天端盘子洗碗他提供的这种餐饮的服务 他要交增值税吗 不需要 因为这是我给他工资 我买他就是来干这活的 我给工资就是让他在这帮我提供这餐饮服务的 是不是 所以这里是他为了拿到工资而发生了这种服务 不需要交增值税 这里叫提醒是什么呢 说这样子的员工提供的这个服务是为了取得工资 所以的话他才叫内部行为 那假设说不是为了取得工资呢 就比如说我们呢这个单位确实呢是一个餐饮单位 那我是提供餐饮服务的 我请了一小伙子他帮我呢去端盘子洗碗等等 那我们说你端盘子洗碗 这个是本职工作范围内的事 这个服务你不需要去交增值税 但假设这小伙子家特别有钱 特别有钱 咱这餐馆租的就是小伙子家的房子 所以我们租的是小伙子家的这房子 这小伙子为我们公司提供一个租赁服务 那这个租赁服务人家要不要交税 要 虽然小伙子是咱员工 他也为咱提供服务 但那个服务不是为了拿工资 不是为了拿工资就不是内部行为了 那肯定就要交税 所以是说取得工资的那服务是你本职范围内的 那是我们整个集团内部 或者叫整个公司内部的这种行为 不是对外提供 不是对外提供 那就不需要交税 就这么一个意思啊 好那再看 第三是反过来说 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 为聘用的员工提供服务 为聘用的员工提供服务 比如说呢 这个小伙子把我餐馆里把打工 那么他正常拿工资 所以他在餐馆里把打工 这个服务呢 不需要交增值税 那假如说说我作为这个餐馆的老板 哎今天这小伙子过生日 那么我呢 亲自做了一顿饭 帮他来过生日 所以我是不是为这个员工提供了服务啊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老板 帮员工提供的服务 这种其实就是一种员工的福利 那么他也是属于内部的行为 他不需要去视同销售 其他根本就不存在着说呢 对外的这个问题 所以不存在交增值税 明白了吧 所以这里强调的就是呢 我们的这种应税的服务 事实上老物也一样 你要属于增值税 增税范围一定是对外去提供的 你对内的这种老板跟员工 彼此直接相互提供的服务 都是内部行为 不需要去交增值税 但员工提供这服务 强调是什么 为了取得工资而提供的服务 就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事实上大家还记得吗 咱们在讲那个银改增的视同销售的时候 当时给大家做了一个辩析 说如果呢 我们是个大型的婚纱银楼 我给每个员工赠送一套公司自己做的礼服 这个事儿它是要视同销售的 所以你拿着这个货物给员工发福利 要视同销售 但你如果是帮员工呢 每一个员工都派一套全家服务 你给人家提供的是一种服务 这种服务它其实给到员工 就是一种内部的福利呗 所以也是这种集体福利 但是呢 这种集体福利它不需要去视同销售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说 你单位或个体工商务 帮员工提供服务啊 你为什么帮他提供服务呢 那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员工福利呗 那这种福利是对内提供的 不是对外的 所以不需要视同销售 所以前面我们就提过说 这种服务要对外去提供 它才要去作为销售去交这增值税 我们前面讲视同销售 其实也强调你对外无常去提供 那么这种情况才会涉及到 视同销售 所以都是对外的问题啊 那既然说到这儿呢 我顺便就想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说属于增值税 征税范围的银改增的项目呀 要同时具备四个条件 关于这一点呢 我们税务实教材没有刻意的提 事实上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来说一说 说你这种银改增的项目 你要属于增值税 征税范围 其实要同时符合这四个条件 哪四个 第一个 这个应税行为 它属于销售服务 无形资产 不动产注释范围内的 这些业务活动 意思就是 你银改增的项目 就是销售服务 无形资产 不动产呢 那么你要真的是属于 银改增的这个增值税 征税范围 起码你要是真正的 销售服务 无形资产 不动产 就是这个范围之内的 业务活动 这第一个 很好理解 好 第二是 应税行为 发生在境内 因为我们前面 一开篇讲增值税 那是人 就强调是境内的 这种从事增值税 征税范围内的 这些业务 采取交增值税 所以强调 肯定是在境内 而且我们还说过 销售服务 无形资产 不动产 那么这种境内 怎么去界定呢 说如果是销售服务 跟无形资产 不包括不动产 包括自然资源 使用权的 那么它的这种境内 就是销售方 或者购买方在境内 而不动产 跟自然资源 使用权呢 那就是你不动产 在境内 自然资源在境内 记得吧 所以我们界定了境内 因为你只有在境内 发生这种应税的行为 才在中国交着税 是不是 好 接着第三个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 讲的这两项所呢 指向的一个条件 是什么呢 说应税服务 是为他人提供的 什么叫为他人提供 这个是企业内部 咱们一定强调是什么呀 咱这服务是对外去提供的 所以刚刚说的 你内部的老板员工 相互之间提供的这服务 它是不需要去交增值税的 不属于征税范围 但强调员工提供的是 取得工资的服务 看好了吧 好的 接着 第四个 应税行为是有偿的 但这种有偿 是强调实质上的有偿 所以呢 它有可能包括着这种呢 看上去是无偿 事实上是有偿的情况 也就是包含着 市通销售的 最实质上要是有偿的 这就是那四个条件 同时满足这四个条件 这样的业务 才是增值税的增税范围 明白了吧 那么其实这里的 一二四都是很好理解 所以关键是第三项 强调是为他人提供 所以这个他人是 我们把整个企业内部 当作是自己人 你一定是内部之外的 别的人 你对他们去提供了 那才是呢 属于我们所讲的 征税的这个范围的 明白了吧 好 关键这一点就说完了 那接着继续来看 不属于增值税 征税范围的项目 第四个 各党派 共青团 工会 赴年 中科协 青年 台年 侨年 收取党费 团费 会费 以及政府兼国际组织 收取会费 它都属于呢 非经营活动 事实上 你看前面这些 特殊的费用 它都是什么 它都是以盈利为目的吗 显然不是 它都不是以盈利为目的 都是非经营的这种活动 所以这种是呢 我们统称叫特殊的会费 或者叫特殊的收费 这种特殊的收费呢 它不带着盈利性质的 它们有自己各自的 这种特殊的用途的 它不征收增值税 看清楚了啊 好 第五个 存款利息特别重要啊 存款利息是不征收增值税的 所以我们后面会讲 说贷款服务 你购进来 是不能抵增值税进行税的 因为存款利息 本身就不属于增值税的 征税项目 好 这是第五个哈 提醒大家注意哦 存款利息 不属于增值税的 征税项目 所以贷款服务购进来 那我们呢 同样的是不可以去 抵扣镜项税的啊 它是相通的 那后续我还会呢 在讲贷款服务的时候 跟大家说到这个问题 诶 这是第五项 好 第六项 被保险人获得的啥 保险赔付 什么叫保险赔付啊 既然被赔付 说明你肯定有损失啊 有损失才被赔付 所以的话 这个赔付的这些钱啊 那不是咱的增值金额呀 是我的损失而得到的补偿啊 那这种补偿不是增值额的吸引制 当然不要去交增值税了 去不属于征税范围 好 接着第七个 第七个就挺多了 是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 什么情形呢 第一个 纳税人根据国家指令 无偿提供的铁路运输服务 航空运输服务 属于呢 以公益活动为目的的服务 不征收增值税 这个事哪讲过 讲银改增的适同销售 讲过 说一般情形的这种呢 应税服务的无偿提供 它是要适同销售的 包括单位 包括个体工商户 无偿提供这种服务呢 要适同销售 但是有双公例外的原则呀 所以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呢 你纳税人根据国家的指令 无偿提供这服务 包括铁路运输 包括航空运输 那么这种 它是根据国家指令 去无偿提供的 它是以公益作为目的的 属于我们所谓 双公例外的情况 所以这种情况 尽管是无偿 但是不需要适同销售 所以它不属于增值税的 增税范围呀 明白了吧 它就是所谓的 叫双公例外的情况呢 听懂了 好 再来 第二个 房地产主管部门 或者其指定机构 公积金管理中心 开发企业 以及呢 物业管理单位 不管是谁 可能是 房地产主管部门 或指定机构 公积金管理中心 物业管理单位等等 谁都没关系 关键他们怎么办 代收了 住宅专项 维修资金 住宅专项 维修资金 咱朋友有自己 亲自买房的经验 都会知道 咱买房的时候呢 一定会去交一笔钱 叫住宅专项 维修资金 这个钱不是 房地产企业赚到的 不是物业单位 去赚到的 这个钱是 等到咱这房子 过了保修期之后 那些地方出问题了 比如说一些公共部位 出问题了 然后要维修的时候 就拿这笔钱来维修 明白吧 所以这种叫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所以关键收治房子呢 那人家这种开发单位 可能也就是 保修量3年4 5年呢 那这时间一过 那哪里出问题了 怎么办呢 到时候收这个钱 不好收啊 所以咱们就会动用到 这个住宅专项 维修资金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钱呢 专款专用 无论谁去帮咱 收这个钱 他都没挣着这个钱 这个钱是专门 用于住宅的 维修的 所以无论谁去代收 都不重要 这个钱都不是 任何一方挣到的 那么它是我们 后续专款专用的 所以代收的这一方 根本就没挣到这钱 他不需要去交增值税 明白了吧 好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纳顺在资产重组过程中 通过合并分立 出售置换等方式 就是资产进行重组的嘛 那可能是通过合并啊 分立啊 出售置换等方式去 重组的 那关键是 将全部或者部分实物资产 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债权 负债劳动力 一并的转给其他单位和个人 不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所以涉及的货物不动产 土地使用权的转让 不征收增值税 这啥情况呢 关键是这种资产的重组 在重组的时候呢 是把这种实物资产 以及债权 实物资产是资产 债权也是资产 对吧 你资产转出去了 关键是不仅仅是转资产 把负债 把劳动力也一并转出去了 这是最关键的 所以资产 负债 劳动力都转出去了 说白了 这叫什么呀 叫产权的转移 所以国家是鼓励 这种产权的转移的 因为你想一想 如果你只是转资产 那负债你不转 那劳动力你不转 那你想一想 负债你不转 那这个债谁来还呢 极有可能 那债权会遭受到严重的损失啊 所以国家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 然后劳动力你不转 那你想一想 这一批人没工作了 怎么办呢 大批人失业了呀 国家也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局面 所以国家政策说 我鼓励你啊 你如果要重组 你转你给我全转出去 你给我把整个产权都转出去 因为资产转了 负债转了 那整个产权 所有的权益不就转了吗 所以的话 我鼓励你做产权的转移 你如果资产转了 把负债也解决了 把劳动力也解决了 那社会更和谐了呀 画面更美好了呀 所以的话国家鼓励这样 所以你如果能够做到这样 把产权转移出去 那么我就不收你的增值税 所以不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那么你既然不属于征税范围的话 在整个重组过程中 有货物转让啊 有不动产的转让啊 有土地使用权转让 我都不整你的税 明白了吧 所以这里涉及到的是 资产重组的 这个产权的转移的问题啊 好接着第四个 纳顺取得的财政补贴收入 与其销售户务务 服务无形资产 不动产的收入 或者数量直接挂钩的 那么按规定去计算 缴纳增值税 那顺取的其他情形的 财政补贴收入 不属于增值税 印税收入 不征收增值税 啥意思 这个事儿 咱得一分为二的去看待 啥意思呢 说这个所谓的财政补贴收入啊 那你还得一分为二的去看 要从实质上看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财政补贴呢 你有可能是企业的 正常的销售收入 有可能是真正的财政补贴 那么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呢 什么情况意味着 你是真正的销售收入呢 就这个钱啊 它是跟收入 跟数量怎么样挂钩的 跟收入跟数量挂钩 意味着这个时候呢 其实你实际上 就是一种正常的收入 你正常的收入 你当然要交增值税咯 那如果是别的情况呢 那确确实实是 财政部给咱的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不需要去交税了呀 这是我们呢 从它的字面意思上去理解到的 好那接着 其实我可以深层次 跟大家讲一讲 因为事实上呢 我们专门有个会计准则 叫做政府补助 如果大家有学到那准则了 其实很容易看懂这事儿 就那政府补助啊 表面上政府给了你一笔钱 显得是补助 但它不见得是 真正补助我这个企业的 就比如说 我企业是生产这种 高效照明产品的 这个产品特别的好 特别节能 所以政府希望呢 能够推广这种产品的生产 所以假设呢 我这产品 每一件生产出来的成本 是80块钱 每一件卖出去 单都是假设不含税价 不考虑增值税这些东西啊 暂时不考虑 说你这不含税价 那么不含税价 成本是80块钱 不含税价 正常卖出去呢 是120块钱 那么我们就说 政府呢 说哎呀 我希望这个产品能得以推广 所以呢 政府就跟咱企业说了 说你卖120呢 有点贵啊 你这样吧 每一件卖出去 你就卖70块钱 你每一件卖出去 卖70块钱 所以卖给最终消费者 咱呢 收70块钱一件就行了 那你看我成本都80呢 卖70肯定不合适 所以我之间卖消费者 70这个事儿 肯定不能这么就完了 因为我其实肯定不乐意啊 那政府就会说 你这样吧 你卖给消费者呢 你就卖70块钱 还有50怎么办 还有50呀 由政府我来补给你呀 你看什么情况 哦我卖一件 政府就补我50块钱 我卖一件从最终消费者 那儿烧70 从政府那儿就拿50 所以你会发现 我假设卖了1万件呢 我卖了1万件 我就能从政府拿到多少 1万乘50就是50万 看到了吧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钱呢 确实也是政府 好像是补给咱的 但其实事实上 政府不是要补给 咱们这个企业 要补给谁 要补给最终消费者 真正受益的 真正少掏钱的是 最终消费者呀 所以我拿到的 这个50万 是不是跟我的 这个销售的数量 去挂钩了呀 对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说你拿到的 那种所谓的补贴 是跟收入跟数量 直接挂钩的 所以这个时候 事实上 我拿到的 就是我收入的 有机组成部分 所以我们学会计的 这个政府补助准则的时候 也会知道 这所谓的这种补助 打着补助的名号 事实上 政府补的是 那最终的消费者 所以的话呢 我们拿到这钱 是作为收入的 有机组成部分 适用的叫收入准则 看到了吧 适用收入准则 所以你在税法这 也一样的呀 你实质上就是一种收入嘛 所以要去计增值税 但你如果不是这种情况 比如政府就是 白白的给咱二十万 让咱们去买一台设备什么的 那这就真正的政府补贴 那这种财政补贴收入呢 就不需要去交税了 就这么一个意思 好 接着提醒 注意说 说上述业务按照规定 需要去缴纳增值税的 按其销售货物 劳务服务 无形资产 不动产 适用的税率去计算缴纳增值税 对啥 你既然要交税 那我就看你具体是什么业务咯 你卖货物 劳务服务 薪资产 是不动产呢 你卖什么 我们就当做你是呢 什么对应的收入去交税呗 因为你本身就是真正的收入嘛 那你收入的话 你卖的是啥呢 征税的具体项目不同 税率不同 所以按照对应的税率呢 去计税 这是理所应当的 所以这是呢 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说完了 好 那我们就来看题目了 看这样的一个单选题啊 说 根据增值税的相关规定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问的是正确的哈 那么我们来看 A 单位取得存款利息 应缴纳增值税对吗 存款利息缴不缴不缴啊 所以这个A不正确 事实上这道题呢 你看 它是把这种应税的项目 和不属于增值税 增税范围的项目呢 放一块 让我们去做甄别啊 好 再来看B 公会组织收取公会经费 应缴纳增值税 那么这种公会经费 要去缴增值税吗 不需要 为什么呀 因为这就是我们所讲的 这种特殊的收费 记得吗 特殊的收费在哪里 在这呢 你看各党派 共青团 公会 赋年等等 他们收取的这些 解释特殊的会费 特殊的收费 这是不需要去缴增值税的呀 所以的话呢 这个B也是不能去选的啊 然后呢 C单位获得的财产保险赔付 要缴增值税 不对 保险赔付 我们只是因为有损失 才得到赔付 这钱并不是咱挣着的 不是咱增值了 当然是不需要交税呢 C也不对 再来看D 单位取得的 与其销售货物收入 直接挂钩的财政不限收入 要缴增值税 这也就对了 跟收入挂钩 跟数量挂钩 意味着你 就是正常收入的 有机组成部分 当然是要缴纳增值税的呀 所以这个D就正确 这道题选的 就是D这选项 好继续 单选 下跌收入中 不征收增值税的事 问的是不征收2 A 被保险人获得的保险赔付 那就是它了 这道题答案就A了 别的选项 如果正式考试 可以不看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啊 B销售 但销货物取得的收入 那肯定是 要去交增值税的呀 我们是适同销售啊 是不是 所以这个B呢 它是适同销售 要征税的不能选 C电力公司向发电企业 收取过网费 记得吗 电力系统收费 一个是过网费 一个是并网服务费 两个都要去征税呀 所以C不能选 D销售机器设备的 同时提供安装服务 收取的安装费 肯定要交税 而且咱说了 你这个机器设备是自产的 然后去提供安装服务的话 这个要怎么样 分别去计税 记得吧 我们说这是特殊情况 没有把它作为混合销售来处理 是分别去计税的呀 所以这道题确实就选A 这选项 讲完了 那讲到这儿呢 我们就把整个的 这一节涉及到 征税范围的内容 就讲完了 又把刚刚提到的 展现知识点呢 再跟大家来回顾一下 我们首先讲到的是 混合销售和监影 混合销售强调 同一项销售行为 混货物混服务了 那么它这个 服务跟货物之间呢 有主次的关系 所以我们是按照什么呀 按照主业去计税的 而这个监影的话 强调同一纳税人 你兼顾着好几个 经营的范围 那么每一个业务 它彼此平行的 所以我们得怎么样 得分别去纳税啊 那当然说分别 纳税的前提 就是分别合算了 没有分别合算的 那肯定就是 就是从高去计税了呗 好接着是 征税范围的具体规定 那么我们就讲到了两项 两项的话 这里说的是一些特殊的规定 两项哈 特殊的规定 一个就是 这种呢 执法部门或者单位 你查处的那商品 查处的商品 如果具有拍卖条件 那就把它拍卖掉 那收入呢 全额上缴 财政了 那就不征税 那这个呢 比较简单 也很好理解 关键就是那预付卡 预付卡呢 有单用途的 有多用途的 但是呢 处理都一样 作为售卡方 或者叫支付机构 收预收款 不征税 那么你可以给这个呢 持卡方去开普票 不能开专票 然后我们这个 收卡方会收手续费 那是要征税的 按照经济代理服务 6%去征税 接着呢 就是我们的销售方 或者叫特约商户 你真正的去 完成销售了 去销售货物 或者服务了 要去交增值税 那么 但是你不能向 持卡人去开票 因为你要去找 谁去要钱呢 找售卡方 或者叫支付机构呢 去结算这个价款 所以你结算价款 要给那个 售卡方 或者支付机构 去开增值税的普票 你不能开专票 所以这是涉及到 征税范围的一些 特殊的这种规定 这两项要清楚 接着就讲了 不征税的项目 是讲了七项 首先讲到的是 符合条件的 政府性基金 跟行政事业性收费 三个条件 记得吧 经批准 有证据 以及全上角 好 接着就是我们讲的 第二条第三条是 单位内部 员工跟雇主 之间相互提供的 这种内部的服务 它不属于征税范围 但其中员工提供呢 我们强调是什么呀 是你为了取得 工资提供的服务 不能是其他的 然后我们就第四点 讲了特殊的一些会费 那么这种特殊的会费 都是呢 用于非经营的活动的 所以它是呢 不需要去征税的 那接着第五个 讲了存款利息 一定要注意 这个特别喜欢考 第六个是 讲被保险人 所获得的保险赔付 它不需要征税 然后第七个 就讲了其他的一些规定 比如说 这种根据国家的指令 无偿提供的 铁路运输 航空运输服务 那么它是属于呢 以工艺作为目的的 所以双工例外的原则 那么它不需要 事同销售 不属于征税的范围 接着讲了这种 比如说房地产开发企业 等等 他们去代收的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这是专款专用的 所以代收单位 不需要去交税 接着讲了资产重组 资产重组的话 就强调 一定是这种 整个产权的转移 包括食物资产 债权 包括债务和劳动力 一并的转移出去了 这个时候 财汇呢 不需要去交增值税 所以这过程中 涉及到种 食物资产的转移 不动产 土地使用权的转移呢 都不需要去交增值税 接着就讲了 财重补贴收入 如果是跟这个 销售收入 或者数量划钩的 那这个时候 是真正的收入 要去交增值税 那如果说 是其他情况呢 那是真正的 财政的补贴 那这就不需要 去交增值税 所以这就是 我们整个 这一节的内容 就讲完了啊 这一节内容 还是挺多的 尤其是一开始 讲那种 征税范围 一般规定的时候呢 扑面而来 那么多的内容 大家学的时候 肯定是 脑子会有些猫 那我也说了 这很正常 所以大家千万 不要丧失信心 因为本身学习 就是一个 循序渐进的过程 你不可能说 第一次接触 所有东西 都吸进脑子里边 它不是那种 武侠篇里边 那种武功哈 给人家一掌 那你就全是吸收了 不可能的 咱得慢慢慢慢的 去吸收 慢慢的去 找感觉 去梳理 这样子 我们才会对 知识点呢 掌握的更加牢固 所以大家 不要丧失信心 好好坚持下去 我们就一定会 把它学得很好的 请大家继续 好好加油哦 我们这一讲 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